今天我们来讲一下DFX和猫头口如何编译 之前我们有讲过DFX的安装 那如果你没有安装DFX 请看之前的视频 或者是直接通过官方的文档 然后可以进行一个DFX安装 那安装的话就比较简单 直接通过它的一个脚本 就是这里的脚本 然后直接安装之后 你就能去通过DFX version去看到你当前安装的版本 就比如我们 如果你安装的时候没有权限 请把它直接改成你当前使用的任务 我现在是应该算是最新的了吧 就是它DFX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那如果你要安装的时候 可以直接通过命令 那Windows的话是直接通过WSR2 你要去安装一个东西才能去把它运行起来 当然更推荐用Mac 因为它更方便一点 或者是用Linux 安装完之后这些目录的话 可以直接去进行一个管理和环境变量的添加 那比如我们安装完之后 你查询到你当天安装的版本要和你DFX里面的配置的文件要有一个保持一致 如果有时候它提示你的DFX版本就是不一致的时候 你需要把这个东西进行一个更改 或者是你去装VSO的一个包管里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来看一下DFX它主要是有哪些作用 首先DFX是官方的一个SDK 它主要是用来去部署代码 就比如你把前端的代码部署到IC的contents的上面 那contents的上面你需要去运行和配置DFX的一个文件 就比如contents的ids这个json 然后有一个前端有一个后端 同时你需要对DFX的版本一个修改 那如果你是一个新生成的项目 那它会根据你本地已经安装的DFX进行一个匹配 如果你是一个旧的项目 或者是从其他地方克隆下来的 那你需要去更改DFX的版本 有可能在你DFX版本不同的时候 MultiCode的一些内容会运行不起来 所以这块应该要注意一下 有时候不知道什么错的可能是DFX版本引起的 有时候它不同的版本之间不能进行一个互通的运行 那我们看一下DFX主要是有哪些命令 首先比较常用的就是Build和Deepflow 然后还有就是Identify和Start 为什么这几个比较常用 首先DFXStart是我们去启动DFX本地的一个容器的 算是有点像节点的服务的一种 比如你运行DFXStart它就会去执行 会根据你当前配置的一个文件 然后它会启动之后这里会有一个local出来 然后local里边是启动了 是生成了它原本带的一些本地的一个local的测试环境 然后同时也会有contents和DID文件的生成 这个是用来去做后端交互和前端交互的一个东西 当然也会有Recipleate这个东西 它是去维护你的一个本地的一个状态 也会去启动你当前本地计算机的一个服务和代理 就比如propercy这个东西 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配置 具体的话最主要的文件是logo这个东西 logo这个玩意儿就比如你要运行一个线上的环境的时候 你需要去更改这里的一个内容 然后同时你可以知道当前这个identify是谁 那identify的意思就是你去使用identify的时候 它会去决定你当前有没有 你当前这个本地的dify有没有这个执行命令的一个权限 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 是因为每一个campus它都需要有一个controller去控制 目前IC就比如NS它的controller是由官方去控制的 那整个NS它所产生的新的子网 那是由官方去添加的 并不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 那对于其他项目方而言 每一个项目方它会生成的controller里面都会有控制器 也就是control这个东西去管理当前的一个容器 然后也是去升级代码的时候用到 所以比如我们去执行这个start之后 它就发生了这么多东西 同时也生成了一些IC相关的一些文件 然后和本地的一个文件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些文件去进行一个前端和后端的交互 那如果我们单纯只说modicle的话 那如果你想去升级一个modicle 你需要去执行difx 然后就比如build或者是upguard这个东西去把当前的代码进行升级 那对于默认的情况下你运行difx它是去执行upguard这个函数 就是默认是升级状态 如果你旧的代码里面的合约没有的话 它可能会升级失败 同时这时候你可能需要用到reinstall这个东西 就是我要把原本已经存在的cundest进行一个完全重新的安装 比如如果我要执行dfx deploy 那它先去执行dfxbuild然后再去执行dfxupguard upguard就是我去升级代码 那如果升级不行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它需要去 你需要去加上install和reinstall这些不同的-m的参数 就是去做一个校验 那为什么有这个东西 它可能是为了提一个保护机制 因为你如果直接所有人都去deploy的话 有可能会把旧的代码给覆盖掉 那它就不能回滚 所以这块的话应该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执行一个新的 第二个ping其实是去看那个当前的一个网络的状态 这块其实一般用的比较少一点 主要用的还是像build deploy然后identify是切换的 那比如我们要去切换一个入口状态的话 就是需要使用dfxidentify 这个时候我就切换了identify 那比如刚刚我们这个local的文件里面 它其实有一行是那个wallet这个是谁吗 那如果我去重新执行一下的话 它应该就变掉了 然后首先如果你要deploy的话 应该先要start 就是start之后 然后你再执行deploy 因为本地的话 其实直接执行deploy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它只是把旧的代码中心给覆盖了一次 有时候可能是IC本地也会状态可能会卡掉 我感觉我现在就卡掉了 说的是我TCP连接被拒绝了 那好像是因为没有权限 哎这个垃圾玩意还没走 嗯 仇人 就是dfxstop的话 就是停止当前的一个服务 那比如啊 你如果在运行的时候 加一个刚刚background 它就会在后台进行一个执行 那刚刚clean是清除当前的一个缓存 这个话应该还是有用的 如果你去执行的话 有可能会去把旧的数据给清掉 哎我怀疑我是卡了 不知道是网的情况还是啥 有一个命令是可以直接杀死所有的 我记得应该是那个玩意影响了 估计 就是这个 这个玩意的自己使用 就是把所有的 启动的这个副本 全部都干掉 当年如果没有的话 应该能启动起来的 起就离谱呀 node 感觉应该要加个杠个颗粒 破玩意儿 干嘛一直没起来 这是我切换装号的原因 应该不应该啊 因为这个东西是本地服务的话 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怀疑还是 可能是网的问题 嗯也可能是换装 应该先要把它做一个清理 然后再执行 啊是真的吗 热了狗了 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 就是先去 先去执行stop 然后再执行这个东西 把它全部杀死 先执行stop 正常应该没有这么卡的 什么鬼东西 嗯 头疼 所以有时候就去遇到一个破问题 然后你就要找半天 ic上面就只有一个论坛可用 其他的都基本说不到教程 这个踩的坑都是你自己踩 啊 吐了 嗯 这不呢 就离谱啊 怎么还没出来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是一个新项目 最好是直接把本地的这个文件夹下面的DFI的这个删掉 这样可能会减少一些其他变量的影响 我们的中心启动一下 你看吧 刚刚这里其实被我删掉之后 它是没有了的吗 然后如果我再去运行的话 它就启动了一个这个东西出来 那如果当你看到监听的端口是8000的时候 这就代表它启动成功了 然后启动成功之后 我们再看一眼这个文件 就是刚刚那个 我去哪了 还没有build的 好像还没有.local那个东西 就是 首先DFK start DFK stop 然后和这个 就是你要去把所有的复制的这个本地的账本全部给删掉 那这个就是解决很多它就是pass的收入或者是影响 你在切换不同程序之间或者context的之间会有一个影响 那这块 反正我之前是遇到了不少次 所以才知道这个玩意儿 然后 就是我们刚刚运行的start嘛 那这里它其实仅仅就是启动了这个 这个单词好难度了 reply 不是reply 我们再学习一次 replica 就replica这个东西启动之后就相当于是带动了一个本地的一个副本 那我们再去执行DFK的deplow就是去部署 你当前本地的本地的这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从哪里执行呢 就是在你的context的ids里面进行执行两块 一块是前端的一块后端 那如果你是前后端分离的话 那这里其实就执行了一次 你可以单独的去运行某一个容器的一个名字 就比如我在这里去运行DFx Contest的 刚刚在他workic这个是线上的 那如果不加这行就是默认是本地嘛 那如果因此当的话就是后面就是它的名字 那这时候它的名字前端的话就是 是hellokkfrontedfronted 那如果你直接运行deplow就是两个同时执行 那这块我们在本地测试的话 就可以直接同时执行 同时执行这两块 如果你不加就是刚刚在的 刚刚在的workic的话 它是不会执行到线上的 它会只是在本地去做一个 local的一个硕取 就比如我们执行这个东西之后 等下你就会看到它首先是创建了一个 wallet condester on the local network 然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local的东西 然后local里面包含了这些硕取 那这些硕取都是干什么的 第一个就是condester的一个生成 这个话主要是用来去做交互的 也就是前端和后端的一个DID文件 DID的话后面我们也会讲 DID主要是IC它自己的 自己的一个 有点像Propotov吧 就是它去定义了一组接口数据 然后让你去进行一个合约的交互 有点像就比如以太坊的ABI 或者是EVM系列的ABI 都是类似这种情况 那我们这里能看到的就是它生成之后 会有一个.ts的这个文件 那这个东西主要是用来去做交互的 就比如你DID里面有哪些接口是对外暴露的 那我们这里面应该只有 应该只有那个 我记得只有两个接口来的 一个great一个test 那这个就是我们前端去调用的时候 可以用到的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执行的什么东西怎么 首先它是在本地的一个环境 找到你当前的任务是谁 也就是当前任务是得免到 然后就是开始部署所有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是执行的DeepLaw 它你可以看一下DeepLaw的一个定义 Use的DeepLaw command regest build DeepLaw DAPP 在本地的一个执行环境 然后IC或者是一个测试环境 默认它是去找DeepLawd 下面的一个配置 然后它会进行一个执行 然后执行的时候 就是默认的步骤 就是可以分开 就比如你DeepLawd DefLawd 然后DeepLa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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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默认DeepLawd 执行的都是刚刚all 那这样可能就是蓝省事吧 前端的话一般用这个东西没啥问题 那如果是后端的合约 你可能是单独执行 先去create 然后再build 然后再去install 就是去装到某一个容器 那你可以指定容器的名字 这块的话 一般在项目部署的时候会用到 那 就比如我们现在这部署的 再往下面看就是 它创建了 首先是backend 就是backend是我们DefLawd 就比如刚刚这个定义里面也说了嘛 它是会去找 就是 去哪了 就是项目下面的这个配置文件 然后它进行DeepLawd 也就是说这里配置了 首先这个语法是它 在Kindex的下面有几个 也就是有几个合约 就需要几个Kindex的去支持 首先我们这里定义的是两个 一个是backend 一个是frontend 一个是后端 一个前端 那后端它默认执行的就是这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我们看一下 首先它执行的是backend对吧 然后backend它就执行了create create 然后就创建了个rr 这个就是默认就是你的本地的一个环境 然后它接着执行了前端的这个东西 然后也生成了一个conference 然后接着就是build 然后是install 也就是这里边说的create build install 这就是DeepLawd执行的一个顺序 然后再往下走 我们就看到了它默认在本地 生成了一个UI的一个conference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东西进行一个调试 那比如installcode到backend就是rrk 之开头的 然后另一个frontend是rygr3这个开头的 然后它开始上传这个资源到你的前端的conference 然后这是打包之后的一个前端资源 然后最后就是DeepLawd成功 DeepLawd成功之后 它给了两个数据 一个是前端的页面 那前端的页面呢 就是我们默认 我们默认去做的一个前端的这个 就默认你前端的一个UI的一个界面 就比如这里只有一个index加atml 然后里面输入一个名字 它就会返回一个值 那比如我在这里面输入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返回值 那这个是前端的一个测试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后端的测试 那后端的测试呢 一般它会显示 就是这个东西叫参迪ID的UI 然后它有一个你可以执行的一个函数 如果这个函数没有own的或者是controller的一个限制 那它不需要登录就可以直接执行 就比如你可以执行great这个 那它就会有一个hellogreat 那这里怎么来的呢 就是我们在mortical的这个函数里面编译了 它默认接了一个值 然后进行一个返回 那另外一个呢是一个test 感觉应该换个名字写特单词了 然后它接收的是一个int类型 那比如我们这个int类型 如果你传错了的话 它就会提醒它是一个big int 那比如我们传个int 那它就会返回一个int值 然后下一步就是我们这节课讲的是如何编译嘛 那dfx的使用的话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命令 一般情况下像deploy build 然后start create 然后直接运行condensed的一个编译也可以 那比如我们进行一个修改 那这时候我们用的是test 我们改一下这个名字用text 刚刚收藏打错了 然后我们接收两个参数的话 应该也可以 试一下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就是我接收两个参数 然后返回值是一个int 然后执行的话就是 因为你每一次新编译的话 都需要重新去运行一次这个合约 就比如我们原本的名字是这个东西嘛 就是text 那现在改成了test 所以我们需要去新执行一个命令 那什么命令呢 就是dfx 首先我们去支撑dfxcontest 应该是先build 错了先build 我们先build 后端的代码的代码这个东西 应该是这个 多一个速度 啊果然是不靠谱 这些速度 就是我去执行 执行这个修改的话就是我去执行 执行这个修改的话就是我去执行 我默认要去再重新build 一次 然后把名字改掉 然后build 执行完之后 再去执行 install 加速度 build.pandest install 然后是名字 Install-m I've got 它会为你要不要之前那个东西 就是把它给升级了一次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升级完之后的这个东西会不会变 嗯 也就是刚刚 如果你去新 新去加一个硕举 或者是新修改合约的话 你重新 你需要重新去生成 给前端 如果你名字改的话 你要去把IDR文件重新给它 然后同时你需要 你看这里边它有一个old 然后有一个新的 就是两个嘛 然后这玩意是用来去交互的 然后我们今天 那今天就讲这么多吧 然后下次的话我们再介绍其他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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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